如果你是个同心未敏的大孩子 喜欢收集公仔或卡通经验品 那么可以来看看黄千柱设计师的设计作品 在设计师的创意之下 柜体少了方正刚硬的严肃感 这个陈列柜采用弧面设计 当收藏品被摆放其中 是不是觉得这些玩意儿变得更可爱了呢 哇 这个家的收藏有够多 干嘛只给我用黑色的咖啡队呀 有这么多米妮跟米奇 为什么不让我用啊 安妮塔 你会不会觉得你在迪士尼连里面的这个 show room 对 好像通通都搬回来了 对 这次女主人她是世界各国 她去玩的时候 她就会这样很小心翼地 把她拧回来收藏 你是说迪士尼的时候的背盘吗 对 迪士尼的部分 那其他的呢 当然其他的收藏啊 还有像法兰茨啦 威斯沃啦 就是有个同品牌 可是这些只有它一小小部分 你会发现 这个展示柜其实它是一道墙 它的后面就是客用厕所 这边是客用厕所 是 哦 这边是客用 它的墙也是弧形 哦 一切都合理了 因为这样子一个 虽然是一个隔间墙的做法 但它是一个收纳柜 它收的是碗盘嘛 陶瓷嘛 又离厨房这么的接近 所以这样子的设计是 完全符合屋主的要求 喜欢清水混泥土的屋主 请了曾建豪建筑师 替他设计三口之家 曾建豪建筑师 特地运用三种不同材质 来制作书架 以呼应设计案的整体风格 柜体要如何融入生活空间 又能时尚有形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 看到了他们家的书架 很像九宫格 玩冰果游戏都是一格一格的 像它这个有三种不一样的颜色 那木头色的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原本的 那种木头的比较粗糙 然后或者说温润的那种质感 那像灰色的部分呢 其实像我们家的清水墙 那种比较冰冷的质感 那深色的部分 有点像是铁剑 所以把这种温暖冰冷的感觉 整个把它浓缩在一起 然后变成是一个 我们整个家的一个意象 那甚至说我们书架 没有底到上面 下面也有做一些 镂空的动作 其实是让它觉得说 比较轻巧一点 不会说很厚重 或者说比较有压迫感的那种感觉 所以从整个家一进来 会看到整面的书架 等于是他们家的浓缩的版画 除了文青 漫画迷也赶快看过来 在蔡富汗设计师的设计下 这栋古典居宅中 出现了仿佛租书店 才会有的漫画墙 当你下班后感到心情烦闷 不妨在家中的这个书柜前 挑选自己喜欢的漫画 也不失为一个 书压的好方法 书房其实收集了很多 小朋友的漫画 这个漫画其实不是 小朋友在看的 是屋主本身自己在看的 医生看漫画 因为医生压力太大了 是 他平常工作压力大 所以说他其实回来 他藉由看漫画 收藏模型的过程 去达到一个减压的动作 好 专心看漫画跟做模型 就可以让平常的工作压力 可以放松了 对 他因为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他可以达到一个 减压的一个 放松的一个功能 那当时我们在设计这个柜子 也是用一个漫画柜的一个概念 把一个漫画屋的租屋的空间 把它放到这个空间来 你说把家里当做漫画店 出租店就对了 他可不是一般漫画店 那种柜体的做法喔 对 他其实这样子的一个 收编的一个方式 他还是有一点古典的元素 那我们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收编技巧 去做一些倒斜角 然后做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 线板设计的一个概念 他其实比较不会说像传统的那个 漫画柜看起来那么单薄 是 对 他有一些倒角 并且他比较厚实 并且我也发现这些颜色 你说原本只是一些原木的颜色 他的颜色原来源都是来自于漫画跟背景 对 他其实这个空间 我们给他的一个底色 还是以大地色系为主 因为他的漫画五颜六色 他的收藏 他的模型五颜六色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空间 尽量把这样子的一个大地色系 当他的背景 那衬托出他这样子的一些 收藏的一个重点 所以说其实这样子 反而不会去抢到他 整个空间的一个主色 具有时尚品味的你 也许梦想能有一个像这样的展示柜 不过可别误会了 这里可不是什么名牌精品店 设计师罗世哲 替屋主打造了一个 精品店般的更衣室 收纳的同时也展示这些手表 包包 这个更衣室可以说是 每个女人的梦幻天堂 哇 好多名牌哦 对啊 因为屋主的需求就是 他有很多的包包跟手表要收成 是 手表啦 一些金品 珠宝啊 对对对 他想要出门的时候能够一目了来 隔筹这方面 对 隔筹这方面 然后上面是钦玻璃 了解 不要这样看 你觉得很熟悉 这个最好用 手表跟珠宝本来就是艺术品 看来就赏心悦目 要是赶时间的时候啊 或者包括要去像派对的时候 慢慢地挑选 这个真的是赞 这样很好选择 嗯 如果你是所谓在家工作的SOHO族 那么清明华设计师的这个作品 你不妨看看 在17屏小小的屋宅内 有个融合合风的工作室 设计师不浪费任何柜体收纳的机能性 在脚底下暗藏玄机 就连地板都能运用柜体搞创意 接下来到非常小巧的多功能室 麻脆虽小 可是真的是五脏俱全哦 对 怎么说 当初业主他在这个小小的空间 他提了几个功能 大概有四大功能 这个房间要有四大功能 对 第一个他是SOHO主 所以他这个地方必须是他的工作室 上班的地方 对 上班的地方 首先如中你刚刚有没有看到 刚刚那地方有一台电脑 这地方本身就是一个工作桌 然后因为他需要工作室 所以我把书桌长度 是做得比较长一点 我可以了解它可以变书桌 可是人要怎么做呢 这就有趣了 你看到下面这边有块地方 我们把这个板子收进去以后 它就变成是一个脚 可以往下伸的地方 我本来顶多猜它是收纳 没有想到它可以变成座椅 没错 你注意看如中 它后面原本有一个小窗 它把窗户一打开 它说整个风 非常地舒服 但是因为它既然是工作室 它非常会需要一个白板 所以说我们又利用 这个是白板 对 所以我们又利用这块 推拉的这块白板玻璃 就当成它的白板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工作室 第二个部分 书房 书房 所以你看看如中这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后面 全部都是完整的书柜 真的是它的所有的书 对 这地方 所有的书 全部它都可以收纳在这里 隔壁这个部分 开放式的 也是 对 这边全部都是一个开放的书柜 好了 书房的问题也解决了 而且有最好的景色可以开收 接下来如果要变成一个收纳室的话 收纳的地方要够多 对 那你看只有一瓶多 书柜已经占满了 工作室也占满了 我们剩下就可以在地面上 地面也把它这样钻进去 对 而且不只客房之余 居然是你不当做客房 自己夫妻两个人也可以泡泡茶 除了吧台之外 对 没错 所以你看这地方 我们又多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小茶几 这个是真的没拆到 刚才清姐告诉我 我就弄开 妳拉拉看 这个真的很好用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你可以像日式和式一般的 躺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面合茶 一面可以看外面的景观 然后我们把窗户一打开 空气整个就是新鲜的空气 都可以进到屋子里面 完全没有想到 不到 应该到一瓶吧 一瓶左右的空间 差不多一瓶半左右 居然可以变成四大共用的房间 看完了这次特辑 是否让你对柜体 有了更多的创意和想象呢 又或者你已经开始 跃跃欲试 等不及想为家中的柜体 改造一下 就让柜体来形塑出 独一无二的空间 打造出独具创意的 居家风格吧 希望说能够透过大面的开窗 然后把室外跟室内 能够做一个最通透的结合 选择了一个擦拨的处理方式 所以在烹饪的时候 我们就把门 对 就可以把它关起来 油烟都在里面